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這個圖 為裝有水的燒杯 這是燒杯 禁止置放在一個斜面上 則下列對水中各點的壓力敘述和正確 這三點的壓力的話 你越深的話 它壓力越大 那上面是一大氣壓 這兩點的壓力是等於 是等於 Δ 是等於 D D 是液體的密度 乘以H 那如果沒有加一個重力加熱度的話 這個單位就是克重 或是公斤重 每平方公分 或者是公斤重 每平方公尺 如果有多一個g 多一個重力加熱度的話 那它就是牛頓 每平方公尺 或者還有另外一個單位就是達因 然後這個每平方公分 那什麼叫一達因 我們一流頓之前講過 一達因的話 它是這樣定義的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F等MA 這達因是力的單位 所以一達因它的意思 就是 一克重的物體 產生一公分每秒每秒加速度的力 那叫做 一達因 就是一克重 乘以 A是一公分每秒每秒加速度的力 這個我們稱為一達因 那一達因跟一牛頓它有什麼關係 有這個關係 因為一牛頓 一牛頓的話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 這個一公斤 一公斤 乘以那個公尺 每秒每秒 那一公斤是等於10的30分公克 一公尺是10的體重公分 所以一牛頓等於多少 是等於10的50分 這個對這個是三次方 10的30分 這個對這個是10的體重公分 所以是10的5次方 這個答因 答因 那現在問題是一克重 是等於多少答因 一克重的話 是等於多少 一克重的話 是等於一公克的物質 瘦到的重力 重力教度是9.8 這9.8 那這個多少 這個是公分 每秒每秒 這是克 這個不是重力教度 沒有 這是980 這不是公分的話 是980 如果是公尺的話 就9.8 這是980公分 每秒每秒 所以這樣等於 所以這樣等於980 乘以克 乘以公分 除以秒的平 乘以公分 克乘以公分 乘以秒的平 是一答因 所以後面這個就是一答因 這個乘以這個乘以這個 一答因 所以980 可以答應 一克重等於980答應 好 那現在 我們這個如果沒有多一個G G的話 就是 如果用這個單位的話 就要乘以980 如果用牛頓的單位的話 就要乘以9.8 好 那這單位是克重 單位是克重 克重 阿美 平浪公分 這是壓力的單位 好 那就是說 現在的話 這裡的壓力是最小 這裡壓力最大 這一點跟那個水平面的壓力差 是這麼多 這一點跟水平面的壓力差 是差這麼多 差這麼多高度 這個跟水平面的壓力差 是差這麼多高度 我就帶這個公式 所以你的水壓最大 乙的壓力事實上是一大七壓 加上這段的水壓 所以乙的壓力最大 再來是比 再來是甲 好 那我們來看看他的選項 好 那麼我小石頭 然後他說個點壓力的敘述 何者這樣去 我們看A選項 水壓力是由於承受水的重量所造成的 這個對 顧甲點的壓力必向下 這個水壓 它是四面八方 就是說 一個 一點在這裡的話 他所造的壓力四面八方都有 四面八方都有 所以呢 這個 不是向下 你說向下的話 什麼 是 是說 上面壓下面 就是我們現在 現在有個小石頭 這個小石頭的話 上面有壓力下 下面又壓力上去 如果這個小石頭夠小的話 體積夠小的話 它四面八方的壓力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是錯的 上看B選項 溶氣底部所受的壓力 和溶氣的形狀 底面積大小無關 這個對 故 以柄兩點壓力大小相 沒錯 以柄兩點壓力差這一段 這一點壓力比較大 大了多少 大了這麼多 H的話是這一段 D的話是水的那個密度 單位是克重的平衡空間 所以B也是錯的 轉看C 加一瓶三點所受的壓力 就是以大一瓶代甲 以所受的壓力最大 大一瓶 大一瓶 所以答案是以柄甲 所以C選項是對的 張看B 將一小球自甲向下壓至椅 小球所受的上壓力變大 從這裡到這裡的話 這個小球所受的壓力變大 不論向上 上向下手受的壓力都變大 所以是變大不是變形 所以B是錯的 所以答案應該選C 好幾乎 好幾乎 好幾乎